哈喽大家好,给大家更新一个公报鸡丁的做法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做给孩子吃的 然后首先咱们准备鸡胸脯肉 然后给它片开,然后切成小丁 切成丁之后咱们先备用 然后切胡萝卜丁,准备这个豌豆丁,然后还有玉米丁 这个是在超市里买的,好速冻的 然后咱们把鸡肉放入料酒一勺,以盐适量 玉米淀粉一勺,咱们给它抓均匀,腌制10分钟 然后咱们锅中烧水 水开,咱们放入玉米粒和胡萝卜粒,还有豌豆粒 给它解冻一下,就可以捞出了,因为本来就是熟的 咱们准备葱姜末 然后锅中热油,然后油温在六七成热,咱们爆香葱姜末 然后放入鸡肉丁,腌制好的鸡肉丁 给它翻炒一下,然后咱们迅速的倒入这个豌豆和玉米粒 还有胡萝卜丁,给它均匀的翻炒一下 咱们加入两勺这个老抽 就家里喝汤的那个小瓷勺 两勺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呢,出锅的时候呢 咱们放那个鸡精味精少许 然后如果说不太咸,可以少加一点点盐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呢,就是我出锅的时候放了一点熟发生 熟发生米 你们家里有的可以放,没有的也不用放也没关系 喜欢的朋友跟我一起学做一下吧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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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